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 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有聽過最近有一宗新聞 是關於前政務司長陳火安生包帝方順生 他在東沖的遇所懷疑 因病厭世墮樓死亡 他今年是72歲 據報導指 他是懷疑有情緒病和長期病患的紀錄 長期要在醫院休養 日前因為請假回家 誰知道就發生了悲劇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我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情緒病、精神病、病患者 自殺其實挺常見 差不多每天都有 當然這些每天都看到報紙有說 為什麼會講陳火安生包帝的特別報導 因為大家都知道 陳方安生是出現一個很出名的醫學家族 他應該是一個舅父 是叫方心楊 是一個很出名的骨科醫生 也可能是醫學院其中一位教授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望族 有醫生世家的家庭 當你遇到這些情緒精神病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觸手無策 都是醫不到的 我們在過去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很多精神問題 情緒問題的處理方法 大家可能在這裡也聽過 原來第一位成功醫到精神病病人的醫生 是誰 哈尼曼 哈尼曼 就是哈尼曼 哈尼曼醫生可以這樣說 在歷史上 是第一位成功用一種所謂溫和的方法 用痛療法是醫好過第一位精神病病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知道 在哈尼曼那個時代 你說的是250多年前 當有一個人如果有精神病患的時候 其實他通常會怎樣呢 他們會被鎖起 鎖起你 即不僅僅在一個房間裡 其實他直接用鎖鏈鎖住他們 他們處理的精神病的病人是一種很不人道 很殘忍的手法 在當時哈尼曼 因為他推仰同學療法 用一些很簡單的很安全 很少分量的藥劑去醫病 當時醫藥界是很排斥他的 藥廠也排斥他的 因為 用這麼簡單的 這麼便宜 這麼有效的藥物 那些藥是這麼貴死稀釋的 那怎麼賣呢 所以沒有什麼經濟的效益 那所以醫生又排斥他 藥劑學又排斥他 那所以呢 他被逼是逃亡的 他真的想不到 他一生是搬了很多 幾十次的 我忘了這個數字 他一家人是被逼是被人打壓 他一路一路走走 那他很多時候去到某個地方 譬如某個地方那些貴族就收留他 那他有一年就有一次就去到這個地方 有一位貴族收留他 那而貴族裡面呢 有一位 即是一個貴族本身有一個家人 他患有精神病 那 哈利曼呢 既然住在別人家裡 那於是乎呢 他呢 就是 都用 用同學療法方法呢 是 小心 觀察 結果呢 是將這位精神病的病人的貴族 是完全根治完的 那他是第一位呢 是 推揚呢 主理精神病呢 就不是應該用當時性癌的一種很不人道 鎖起他們啊 即是一種這樣的手法 應該用一種人道的方法去處理的 那他也都成功地呢 用同學療法醫好做的 我記得他用的藥叫Dectura 一個細的療劑來的 Dectura 這隻的同學療法療劑呢 是結果呢 是徹底將它治好了的 那 在早年呢 有同學療法的醫院 是不是 那也都是有很多的 即是 臨床的經驗呢 是處理那個 精神病的病人的 那我在好幾年前 在印度 有時候我都經常去上課 上課課 上課課程 那 那我也都買了一本 遇到一位精神科的醫生 來的 Dr. Bakshi 那他當時挺年輕的 當時我見他 那他原來在1998年呢 就出了一本書 一本搜冊 即是 Menu of Psychiatry And Homeopath for Homeopathic Student and Practitioner 那這個一本搜冊 那你知道呢 在現時的精神科裡面呢 也都有一位很出名的搜冊 他時不時都update的 那這位 這位 印度的精神科的專科醫生呢 他就出了這本搜冊 所以我當然就買回來 那我現在和大家看看 你看回他的內容 他所說的內容 你可以知道 原來在 就是在我們那個 那個 醫療那方面呢 其實是不會差過 那個分類的醫療 我們是很仔細的 原來西醫所用的 他就叫做DSM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那其實這個是一本 就是精神病科的一本 一個搜冊來的 是 大部分都是根據這個搜冊去醫的 那我最近呢 也都和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搜冊裡面那些病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嗯 將很多一般那些 我們社交的那些問題 很簡單的 十文仔怕醜 都慢慢將它成為一種病 那這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看回這本書 他每一個 他有很多 很多的chapter 其中一個chapter 跟大家講述一下 讓你知道 就算在同學療法裡面 我們用同學療法的 那個範圍都很廣泛 第一 是講那個 那個性格 那叫personality disorder personality disorder 包括什麼 包括paranoid personality 就是那種 精神分裂那些 差不多 paranoid就是那種 狂妄啊 妄想啊 好像有人要陷害你 那種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schizo personality schizo-typical personality 就是精神分裂的症狀 有些anti-social 就是抗拒社交的性格 impulsive 一種強迫性的 personality borderline personality histrionic personality 就是很戲劇的 很戲劇性的 那有一種叫narsistic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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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勇愛 這些 obsessive compulsive 就是強迫性行為 那 情緒 anxiety anxious personality 還有dependent personality 很可愛 就是很依賴人的 那我很久以前 我記得也有一個病人 他有一個女士 女仔 但是也是大 十幾十多歲 他其實是黏著媽媽的 我記得這個清楚 他去到哪裡 媽媽要陪實他 那就是媽媽過度保護他 那一個大的女仔 去到哪裡 媽媽就跟著 那樣 我差不多 我將來不知道 會否回到工作 那這些 有些passive aggressive 有些affective disorder 有些statistic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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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他有另一個chapter 是講 焦慮 obsessive Compulsive 和 dissociative disorder 那當然 包括那些恐懼症 那不同的恐懼症 那 還有一個 就是講 那個 KC底里的問題 那 情緒的問題 Mood Disorder 包括情緒低落 那個狂妄症 那也都叫做Bipolar 就是那個 那個 躁狂症 那 那 除了這個 就是Dementia 嚴重那些 精神病 那 接著 去到小孩子那些 那 譬如小孩子 他那個 學前的小朋友 和他家庭的關係 譬如Temper Tandrum 小孩子經常發惡脾氣 睡覺的問題 吃東西的問題 有些小孩子不吃東西 有些小孩子亂吃東西 那 有個Pika 有些小孩子 是什麼鬼垃圾 連屎都垃圾 我試過有個 有個Case 有個自閉症的神病 是很麻煩的 因爲 他家庭說 他自己屎 他會嘗嘗嘗 那這些是 真是 很不方便 真的要去處理 那當然 也有時候 是一些 特別的成長的毛病 譬如有些 特別的閱讀的問題 有些是對數學的問題 有些人在溝通的問題 那溝通問題 有些人說話 可能發音方面有問題 那 亦都有一些 就是 我叫不出聲的 有些症狀 不說話 很有趣 那小朋友 說什麼都好 你問他話 他就不會直接回答我 他就會跟他媽媽 說給他媽媽 那媽媽 就再說給他媽媽 這種叫做selective mutism 即是選擇性的 不說話 不出聲 即是啞巴 即是選擇性的啞巴 那當然 有些是motor skill 可能的小朋友 成長裏面 他那個協調能力很差 走路好像拐拐下 那樣 那被運動能力很弱 那也都有一些 叫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即是一般的所謂 整體的成長的問題 那包括自閉症 那還有一些是過度活躍 hypergenetic 還有很多一些 行為上的問題 那就是有些 暴力的行為 經常去吵架 在學校裡面 經常吵架打 那這個也是一種 行為的問題 那 那審問仔裡面 也有時候 有些叫做separation anxiety 即是呢 要上學的時候 要隔離的時候 他就哭了 不肯和媽媽離開 也有聽過這些很多 幼稚園那些 那當然 一般的 初初幾天適應是正常的 但如果你整個月 都承認都是這樣 那其實肯定是有些問題的 那當然 你身份子也都恐懼 例如phobic anxiety 也有些是社交的焦慮 social anxiety 那也有些是兄弟姐妹的爭吵 當然不是一般性 是很嚴重的爭吵 或者大家互相妒忌 那也都有時候 那些審問仔 因為焦慮 導致很多身體上的症狀 我叫做separation disorder 可能會肚餓 經常肚痛 經常肚餓 或者賴尿 這些 有時候都因為焦慮 情緒導致的 好了 還有一些是那種壞習慣 例如咬指甲 我遇過一些情況 很常見這個 咬到整個指甲沒有了 整個手沒有指甲 咬到很厲害 那當然有些絕手指 有些蚊頭髮 蚊蚊蚊蚊蚊蚊 有些小孩也都會陷入牆 有些小孩也會陷入牆 有時小孩看到是自熟 不應該是那時候 性未成熟 但有時候 你會看到 他有小孩很自熟的行為 有時候 是搂鼻子 搂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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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都搂鼻子 見到東西就搂鼻子 有些是做 一種是烈皮 一種都搂鼻子 都搂鼻子 这种情绪问题,不是皮肤的痕迹 这种情绪问题,会皱身的痕迹 还有一个症状叫rocking body rocking 不断的动作,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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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叫breath holding 突然之间忍气 忍气,忍气到忍气,变成人都很仔细 这本书也有罪述 例如有十文制精神的问题 例如不肯上学 也有功能性的赖尿 也有功能性的赖史 也叫Elective Mutism 即是啞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口吃 即是Stammering 知道有时候口气的问题 如果你不及早始终也好 我也遇过有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美国的作者 他写了一本书 名叫William Ladera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丑学的美国人》 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 在Vermont在Guarda College 邀请这些学者来我们的学校 做一种客座的讲座 原来William Ladera 这个丑学的美国人 这位作者 他口气都很厉害 很厉害 你有时候听他说话 在口气那种 在身份的挣扎 有时候忍不住要上笑 但当然没有礼貌 但我很记得这位是很严重 一个很出名的作家 很多在美国 在新英伦的地方 很多作家在那里写书 我最记得这位是一个 因为很大人 Stammering 这个问题 还有审文仔有种自杀倾向 以及自残 自残的问题 也有些是弱疑的问题 可能是身体上的受弱 亦有情绪上的受弱 或是世обы被疏忽 没有照顾到尾妄 有一些不是机械性的问题 是导致不长慾 像豪魚 当然也有性弱的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是莫雅 除了这个之外,这本书也最述 例如其他问题是性别的问题 性别的问题 也有些是transsexual 就是变性 也有些人是喜欢双性的 也有些小孩子已经觉得自己的性别是有些迷茫 也有些叫intersexuality 可能会交替之类 也有些问题是心理上或者行为上 跟我们性的发展成长有关 例如有些是sexual maturity disorder 性的成长方面有些问题 有些同性的倾向 在我们的搜索里面 有时也会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有些人觉得有自己的倾向 也不想要 有时我们都可以用同性疗法的方法 可以帮帮他 有些是paraphilia 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某些东西 有些喜欢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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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暴露狂 有些是偷窥的问题 我记得很久以前 我都处理过这些偷窥的问题 有些人喜欢骑士 有些喜欢动物 就是多方面的那种僻隐 叫做paraphilia 也有些是性方面的功能性的问题 可能有些性欲是很低的 有些人很真的 完全不喜欢性的 就算有性的行为 一点都不享受的 但也有些是刚刚相反的 在过度性的 最近在香港有几出 有些荷里活片 都其中说过一个人 他只是一种病态 就是他的性欲强度 要发泄 不断地去做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说是情绪精神科的一个问题 当然 也有性行为方面 可能不举 或者女性是引发不起性欲 也有可能男性就是可能 可能那个orgasm那里 那个快感那里 还有是早舌 知之之之 你也看到的 也都在女性很多时候 就是肌痛 就是子宫痘 是进行性 还有会出现问题 也有些是有缺陷性 是 有些是无缺陷性的 那这个我都过去 一直都有机会 在自己在我里面 我也有机会 是医院这种问题 那当然了 睡觉了 是不是失眠最最最最最常见 那也都有一些是 睡得是不断地睡的 那些那些 那些磕睡问题 那些磕睡问题 也都有睡眠 之类之类 那也都有一些是睡 睡觉醒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就算在睡眠的问题 都有很多类别 有些是睡觉问题 可能睡眠 梦游 那也都有一些人 睡觉 就像是发到 噩梦很严重 那我知道 有一位医生朋友 他就是小时候 就是遇到一些被人欺败 那到大了 整天都会发这些噩梦 发到整个人就 扎醒了 就掉了一张床 这些就是 有很多疗法疗劑 是专门可以处理这类的问题 那也都可能 跟那个 睡觉有关的 尿床 磨牙 那 以及是梦中说话 你知道了 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真的差不多 都没有人敢跟你 一起睡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 就会发噩梦 睡睡觉之后 就心搞痛 可能梦中突然之间 就是哮喘 或者是睡觉梦中里面 就突然之间 是发阳掉 那这也是这本书里面 有序述 它是怎么去医的 好了 那还有一些是行为的问题 心理的行为的问题 导致我们生理上的问题 比如食物的问题 食物的问题 那最简单来的就是 Anolexic nervosa 就是厌食症 也是 Bulimia nervosa 是狂食症 那就是有其他一些 古灵精怪的问题 那也都有一个症状 那些人就是 因为心理的问题 是导致他嘔吐 就是有些人 一吃的东西多 那突然之间 就嘔吐 嘔吐 嘔吐 那这里 也在这本书里面 有讲及 和疗法怎么去医 好了 那还有一个 有个chapter 是讲 那个 那个 自杀 是吧 那有些是一种 有些叫 Stuper and Catatonic Stuper Catatonic 就是有些人 是外外制制的 就是他不动的 你跟他说 他不知道 是外制了的 那当然 有时候 因为吃了一些西药 就禁止了他 那也有些是 因为情绪 太过紧张 激动 导致很多暴力的行为 这本书是很有趣的 Many or Scikit 在很多年前 我印度遇到这位 Dr.Balashik 那他这本书是讲解 很多很多很多 同外疗法的处理 那当然 在同外疗法的医学里面 也有很多 其他精神科的医生 那当然 他们很多是 本身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那最后 他就学了同外疗法 用同外疗法的方法去医病 那你刚才所说的那本书呢 我听起来都讲到很严重的那些症状 是适合医生看多些 那你有没有些什么 其他书坊间又可以买到的 介绍给我们看一下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情绪问题 精神问题 其实都是挺普遍 很普及的 那所以呢 在外国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就是有些同外疗法医生写的 那其中有一本呢 就叫做Impossible Cure The Promise of Homeopathy 作者是叫Amy Lansky L-A-N-S-K-Y Amy Lansky 是一位博士来的 他是一位史丹福大学的 那个电脑方面的博士 是 原来他自己有一个子 第二个子是有自闭症 那你知道了 其他自闭症 在现时的医学是没有得医的 是 那他呢 他就听无疑之中 看到有个报道 说同外疗法可以帮得到的 所以他就找到一位同外疗法医生 是用同外疗法方法 在几年之内 将他一个自闭症的小朋友 差不多全部治好 那在过程里面 他作为一位 史丹福大学的博士 那他开始对同外疗法很好奇 那他就去自己去研究 上一些 course 看很多书 那他结果就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 我们鹿苏健康店可以买的 那外面 我觉得 几乎买到的机会不大 不过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买不到 其实呢 我一会介绍我几本书 其实在我们的鹿苏健康店都有 因为我很多时候 都要给病人 有多些资讯 不只是说 我们只是口说 其实这方面书都有 另外有三本书 那都是由 有位夫妻当的治疗法医生 但他们也是专同医疗法医生 那他一本书叫做 Retaline Free Kids Retaline Free Kids 那就是当然是说过度药 以及其他的学责能力的问题 那还有一本书 另外一本呢 就叫做 Retaline Free Kids Retaline Free Kids Retaline Free Kids Homey Perfect Medicine for Defiant Aggressive and Violent Children 那就是暴力倾向 情绪 啊 憤怒啊 这些小朋友 那这本书都是讲述了 好了 其实网上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资料 那我们公司也有他们的DVD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来买这个DVD 就叫做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那这个呢 是一个大概成两个钟头的一个专题 是报告讲述呢 远时今时今日的精神病的问题的严重性 还有呢 最重要呢 很多精神科学药物呢 其实本身的副作用呢 是很严重的 例如最常见的副作用呢 就是有一种令到有暴力倾向 去杀人啊 或者是自己自杀啊 其实很奇怪地 我们经常都用这些药物呢 以为呢 可以控制他的病情 让他不会自杀 但反而呢 很多这些精神科学药呢 那个副作用呢 其中副作用呢 就令到他有自杀 或者有杀人的倾向的 那很多时候你看到啦 时不时有些报道的 是 那些人呢 就拿着把枪 尤其是在美国 常常这样发生 那会杀了一些小朋友 杀了一些其他人 那也都杀了父母 那原来在美国呢 你看回那个 这个Market of Madness 这个资料呢 原来美国每天都有这些人发生 每天都有小孩呢 是因为吃了精神科的药物呢 是杀了父母的 那这个问题很严重 大家应该好好地正视这个问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发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发预理 我们这一节是医食同源篇 之前我们也邀请过六创意健康店的同事 上来和我们分享过一些很有效的自然医疗工具 今天我们邀请到Miu和我们讲一下碧螺子 Hello Miu Hello 你好Diana 我是Miu 我今天想在这里介绍我们店里有一个套用品 英文叫做Pycnogeno 中文就是刚才你说的碧螺子 又或者有很多人在外面见过 其实它也是一个叫做法国松树皮 顾名思义 其实这个成份的原产地 由法国西南沿海地区的奔海松树 提煉出来 是一个很高度生物活性的水溶性抗氧化物质 Pycnogeno的营养成份里面 大部份都是来自生物类黄酮 就是我们所说的Bioflavonoid 是一种在这个植物里面存在的养分 Pycnogeno本身自己有好几种类黄酮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做花青纤素 另外也含有四十多种有基酸 或者叫它们做一个果酸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天然的抗氧化剂 Pycnogeno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出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三十几四十年以来 已经有差不多到二百篇的科学文章 以及临床实证 证明了Pycnogeno 是一个安全 武毒 而且具有保健功效的一个产品 还有很多文献 亦都证明了Pycnogeno 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 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 维持健康 促进新陈代謝 以及帮助调整体质 因为在这么多年以来 世界临床研究 其实里面我们都知道 他们已经拿了六大专利 或者这里讲一讲 其实有第一个专利就是 有预防和消除自由基 我们所说的 Theoretical有害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抗老化 抗过敏 抗发炎 以及可以帮助 保护肝功能 另外一个专利就是 有效抑制血小板 异常凝聚的作用 就是对我们的心管疾病 老中风、高血压、糖尿病 或者是老人痴癌症 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专利可以帮助 治疗 婦女惊痛 和子宫内膜移位 另外一个专利可以帮助 帮助改善 过动 或者注意力不集中 另外一个专利也是 改善性功能的障碍 另外一个专利就是 有效清除 因为吸烟燃烧所产生的自由基 那你听听一下 这些功能 其实不是简单的 因为原来每个专利 在美国都有专利的号码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很明显 你说过去参加200篇的医学文献 是很确实实的 是证实它这方面的效果的 现在大家都看到 血管方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抗脑化这些抗炎 保护肝功能 很多人都知道 你说血小板 很明显 血小板的凝聚 会出现什么血管闭失 这方面的问题 高血压之类 当然了 如果你的脑的血管闭失 最远老人之外症 那苦科方面 说经痛 子宫脑膜炎胃 这些是常见的问题 腎蚊仔 过度活药 学测能力差 因为集中力的问题 那和性功能方面 那你一看到 不怪不得 这种营养产品 是很多很多的公司 都是大量来制造的 另外 Pyclogeno 是对于身体内 两大系统 还有一些 调节的功能 例如 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 因为它本身 是一个很 超强的抗氧化成分 另外对于 我们的循环系统 也帮助我们 强化血管 促进身体内的循环 帮助营养的吸收 另外 Pyclogeno 本身的成分 是一些很小很小的 分子结构 是用高压低温水取方法 是水溶性很高 所以就容易被人体吸收 而且是唯一一个 能够通过血脑 脏壁层的 雷黄酮 一种抗氧化剂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脑部细胞和血管 我们一般 像刚才的医生所说 它对抗老化 或者过敏 发炎 提高免疫功能 或者对抗游离肌 非免疫功能 都是很有帮助 而且抗氧化能力 比起其他食物 例如维他命E Pyclogeno 高了40倍 Grip Seed 亦是大到10倍 如果一般的维他命C 跟它相比 其实我们是强距有350倍 我现在讲的 那个产品 在我们的 铜锣湾六创二健康店 是有售卖的 如果你们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来 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而且也可以给你看到 因为所有外面 如果说的 蟲树皮水取物 就是一些 是这个名字 但不是等于 一定是那个物质 你也可以看到 瓶上面 那里有一个 国际专利注册 有一个标签 到时你们就可以看看 Pyclogeno 本身是什么 产品 好 谢谢Mil 谢谢 好 现在继续我们的 衣食和原片 那以下来的这件事 我想大家都一定吃过的了 那就是杏仁 那今天我们请到 六创二健康店的Eddie 和我们讲解一下 杏仁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好 我今次又讲一下这个杏仁 杏仁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很普通很普通的 食物来的 那大家我相信都 一定接触过的 就算在中国人 大家一起煲湯 或者其他东西都有的 那现在我讲 是因为它本身 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那所以呢 它里面有 钙 甲 鎂 铁 铁 是人体很容易缺乏的 矿物质来的 那所以 如果我们普通一般吃的 果仁 都会有吸收到 那它可以 吃了这个矿物质 就会减低了我们 在老中风的危机 那矿物质方面 它也可以预防到 高原压 骨質疏松 或者贫血方面的 营养素 尤其是 新的 矿物 它 这个元素 是帮助我们 在第二型的 糖尿 或者血糖的 控制方面 都有用处的 对于在中老年 和年轻的 女士 都是最佳的 营养補充品 另外 它也是非常含有 抗氧化物质 單元不飽和脂肪 是非常豐富的 杏仁脂肪中 大约有70% 是单元不飽和的脂肪 构成 是扭利于 增加高密度 脆固醇 我們叫做HDL 以及降低低密度 膽固醇 LDL 它有改善了 血脂肪的功能 杏仁方面 也是非常 在维他命E方面 是非常之多的 比例上 如果芝麻 和芝麻 它是多於 芝麻13倍 在南瓜方面 是多於6倍 所以 如果 一 例如 在手上拿了一扎 杏仁 大约28克 左右 那就可以提供到 女性一日的 維他命E 60% 左右 所以 在維他命E 可以幫助 血液循環 预防 自由肌 和 過氧化肌 受損方面 所以 非常之有用 杏仁之中 也可以 在膳食 纖維方面 非常之豐富 它 在番薯方面 是四、五倍之多 所以 對我們長度的移動 和 便秘改善 和 預防 腸癌 也是很有幫助 杏仁 另外 有一個 叫做 氨基酸 它的值 是五十度 但是 含有大量的 精氨酸 精氨酸 其實 在幫我們 血管擴張方面 是很有效的 所以 對血管方面 非常之好 在醫學上證明 最近 美國 食品 藥物檢驗局 都把這個杏仁 包含了 在內 可以提供 心臟病危險 有效的食物 指標 另外 在美國 加州 有一個協會 叫做 杏仁果協會 加拿大政府 都共同 贊助 完成了一個研究 發現 如果我們成人 每日吃 74公克 杏仁 大約兩盎司的零食 在一個月後 他們量度 低密度 蛋白 脂肪 降低了 10% 即是說 在降低 膽固醇方面 的效果 是有效的 當然 如果你吃杏仁 就不可以說 吃得過量 因為 他本身 如果吃得太多 都會有少少輕微 令到人 有一種麻痺的感覺 我所講的 這件事 其實就是 北杏方面 即是苦的 也在杏仁方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種叫做杏仁油 其實 對美容方面 是非常之有效的 所以 它裡面 很重的維他命E 當中 是幫助我們在皮膚上 很多 在皮膚物質 對於我們皮膚一般的 抗氧 也有效 所以 令到我們在皮膚上 都非常之有效果 另外一個非常之 大家都想知道 它也是 在西一種元素方面 非常之多 他們研究 都差不多 在果仁方面 排第一 所以西方面 對抗癌 防癌 方面的微量元素 大家都 可能都會聽過這件事 怎麼做呢 因為它有一種叫做 大腐電荷的非金屬離子 它在人體內 就能夠 大腐電荷 金屬離子結合 引發了病變的元 和格等金屬離子 排出體外 因此 西也是稱為 天然解毒素 西和在行人中的 維他命E一起結合 就會清除人體內的 自由肌 就預防了疾病 和抗衰老的作用 這些都是 直行人 會令到人 會有長壽的結果 在丐方面 其實 丐方面 如果給牛奶 它是兩倍以上的 所以 也都可以 譬如有些人不喜歡喝牛奶 也都可以 用行人 你看到 我們在臨床上 很多人說 哎呀 嬸仔 只要喝牛奶 因為它的概關係 但發現 牛奶本身 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例如 牛奶 在亞洲人裏 有色人種 牛奶 牛乳糖 不受性 敏感 是很高的 那 怎麼算好呢 其實 所有爽脆的食物 都有 broccoli 也有 但原來 杏仁 牛奶 比牛奶 更高 兩倍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有時候 可以自己做些 杏仁奶 現在市面 也很容易買到 很高速的攪拌機 你可以做 芝麻糊 杏仁糊 很多時候 你可以做自己 杏仁奶 或者做杏仁糊 這些其實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是啊 所以 如果我們 繼續 吃杏仁 大家 在身體上 有一個輔助 也有一個 注意方面 專家提醒 這件事 如果我們吃杏仁 就最好連皮一起吃 因為 其實 含抗氧化成分 是非常之高的 其實很多食物 都是 營養成分 在皮上 例如吃西瓜 很多人吃西瓜 當然很明顯 一定會吃 紅的部分 是不是 其實白的部分 通常人都不會吃 因為沒有什麼甜味 但其實原來 營養最高 竟然是白色的部分 食橙也是 通常食橙 那些橙肉 但橙皮白色 不是外面那裏 其實營養最高 所以很多時候 吃水果 有時候 可能你覺得 白的白肉 是比較苦苦 但有時候 可以用那種 做攪拌作用 即是未必炸 炸身 你未必炸到白色 但你將 鏟鏟 將表皮 鏟鏟 鏟鏟 當然有些硬材 當然有些硬材 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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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切得快快 就用攪拌的方法 高速攪拌 是將那些核 都攪拌 例如 很多食物的營養 那些油膩 抗氧 都在核 那裏 其實是杏仁 一個果實裏 那些核 例如 難痕不痕 其實我以前也和大家說 Layatril B V-17 已經證實了 可以治癌 抗癌治癌 B-17 是比較多的 所以杏仁 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我自己有時候都建議 我自己喜歡 將那些杏仁 用水浸 例如我找一個盒子 玻璃瓶也好 加盒子也好 我只能放一群杏仁 放一群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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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滑 一樣很爽脆 放一群杏仁 放到有些不好的成分 可令inta酸酸 component 的食杏仁 這就是一種很簡單 吃杏仁 的方法 好 εκで 都是跟大家分享了 杏仁 其實喻食的同源 也很强调,其实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以下来请到陆创意的同事 Patrick跟我们介绍一样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 就是牙膏 这只牙膏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好,Patrick 我今天介绍的是Lao的产品 它的成份主要有几样东西 让它比较自然可以拆牙用的 就是牙膏来的 就是牙膏来的 是的,是的 它就有曬鲁的成份 就是曬鲁白 它本身有肉桂的味道 就加了香味 那为什么它的成份那么好呢? 我说一点点 它是没有FORWA的 首先它有牙膏,即是没有忽化物 那忽化物那里可能要医生讲解一下 为什么它在人体那里发挥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之前坊间 大家都会知道 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声称有FORWA 忽化物这件事是保护牙齿的 是的 那为什么后期又发展到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这件事 为什么又好像有害那样呢?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今时今日 有时候你看看电视广告 它们推销牙膏 它们仍然都说 我们含有FORWA 有菊 就是当作一种好东西 当然了 我们过去 我们经常都 有接收这个讯息 就是说菊 可以令到我们牙齿 防止我们牙齿注牙 但是背后的真相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 为什么会被用在牙膏方面呢? 原来 我现在所用的菊 是叫做Sodium Fluoride 那种是菊泡钠 原来 Sodium Fluoride 是一个 在重工业的铝厂里面 是制造提煉铝铁金属的时候 是一种副产品 但是 也知道 Sodium Fluoride 是一种剧毒 那你知道 如果你工业污染这个环境 政府一定要自己 要收拾一下 要收拾一下 要搞定它 很有趣的是当时铝工业的大机构 竟然叫一些科学家做一些研究 结果说图可以防止心肺猪牙 结果开始提倡了 我们将图不是一种毒药 不如将图加在牙膏里面 或者加在食水里面 可以令人減低牙膏 但其实今时今日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研究是很有问题的 如果用量高 即是高到一般水里面加的分量 和牙膏的分量 其实可以出现一种叫做Florosis Florosis可以简单来说是图的中毒 图可以干扰荷尔蒙 神经反应 会伤肝肝 令到我们智力都会下降 Florosis的表面症状 你会看到 牙膏的发狼质出现披裂 正是边黄 披裂 和最初原意 用来保护 令到一个生低牙膏的发狼质 是相反的 Florosis也知道是一种致癌的物质 所以可以这么说 你说是阴谋论也好 如何都好 其实现在发现 原来当时铝工工业 为了要逃避 要处理这些毒物的方法 竟然做出了一个所谓 真是假的好的研究 竟然将这些毒物 是被我们全球人类分用 即是分了它 埋藏也埋藏不了 收藏也危险 可能会有漏的 所以 其实 那个 Florosis的牙膏 其实背景是这样的 而今时今日 真相大白之后 很多人都知道 他会买牙膏 特意要选择一些 说明是没有Florosis 没有Florosis 对 医生说 其实Florosis 这些东西 其实不放进去就好 放进去 可能做到 牙齿 或者健康方面 还有很大问题 所以说 知诚人士 会选择牙膏 说明是没有Florosis 对 另外 说回我们现在这个产品 他除了说 没有Florosis 另外他就用SLS Florosis 这个SLS 其实是一种活性介面 作用是 什么样 就是 他加了进去那种清洁剂 通常是清洁剂用的 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用的牙膏 因为他为什么要加进去 因为他可以起到泡 起到泡 即是他的结力会比较明显一些 但是 另外一个不好处就是说 如果长期用的话 他会令肝脏和肾脏 长期积聚在内藏里面 导致你伤害了免疫系统 还有有发炎过敏的因素 还有他可能会导致有癌症的发生 有可能 你刚才所说的SLS 其实英文全名叫做 Sodium Laurel Sulfate 其实它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做泡剂 很多时候有些碱液 洗头水 它特意加进去 给你一种感觉好些 其实它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有效清除污蔽的作用 它只不过是做多些泡沫 所以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cosmetic 就是做得更漂亮 大家知道 我们洗澡这些泡 翻街很多泡 以为很正 好像干净一点 好像干净一点 你擦的时候 好像没有泡 不是在擦牙 是一般的 在这方面被人洗了 其实它只不过是做泡 但这个是无聊无畏的 好了 还有什么好处呢 它还是gluton free 就是没有碱液 另外有一种就是parabin free gluton free 为什么要gluton free 因为很多人对那些蜜配 是有过敏感的 虽然在食物里面 譬如有人吃糯米 有些人吃蜜 都会有这些食物不良的反应 所以它也强调 因为始终这个是滋在口 所以有些人都会说 有些人很敏感的话 他真的需要知道 这种东西有没有gluton free 所以他会看到 你说到没有gluton free 他就会安心用了 另外一种就是parabin free 它的中文叫强基茶甲酸脂 比较长的名字 它是一种防腐剂的化学 化学制成合成的防腐剂 很厉害的 主要起的作用就是 防止那些产品容易变坏 因为你 其实那些产品出了厂之后 甚至在一个运输途中 它可能已经脂身细菌了 上架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个颜色或者形态已经变化得很厉害 那你还要放在架上等人买的话 就变成了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大部分的产品 化妆品或者是 塗在身上的lotion 很多时候就是会用这种化物来 让它稳固一些防腐 但是它有什么不好处呢 因为它始终有一种化学的物质 对皮肤 就会残留在这里 也积聚在肝脏和肾脏 就很容易导致你发炎 也有机会导致癌症 有些皮肤过敏的人 也很容易会发生炎症 其实原来这个皮肤在美国 好像说20年前 政府已经禁止了药 但是始终很多其他国家 有时候没有这些法例 所以有可能有这些成分 皮肤是一个常用的防护剂 所以大家去留意一下 另外那些成分里面 就可以防止牙菌膜 或者牙菌斑的出现 因为细菌 你吃了下去 那些食物吃了下去 那些有细菌的发生 那48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变成牙 有一层膜在牙齿上包住它 那如果长期这样 有这些情况 最终会导致牙癌症 或者牙周病 甚至牙癌症 这些问题 我们这个牙膏 就可以去除牙菌膜的发生 这个就是 Sylitol 木唇糖的作用 是的 没错 其实这个作用 大家有机会看到 在那些香口胶里面都有 这个已经证实了 它用这个香口胶 含有Sylitol的木唇糖 发现它们真的可以减低注牙 这个牙膏很标明 它有25% 还有美白作用 是的 它有美白作用 因为它有加了一些 梳打粉 我们叫梳打 不是梳打粉 梳打粉 是梳打粉 另外有一种木瓜蛋白霉 它有抗盐 还有美白作用 所以它 另外有一个T tree T tree oil 它加进去 消炎殺菌 那么多种的天然成分 真正发挥到护齿 强齿 和美白的效果 所以这种 我们这种牙膏 其实是很适合大人和小孩 一起用的 还有日用 关注健康 和身体状况的朋友 应该是用一些 比较天然的牙膏 就不要买合成的牙膏 或者FORWA 有些SLS 之类的 发酷成分的牙膏 来用 就比较好些了 还有肉桂油 是吗 是的 其实加进去 就比较清新 有个甜味 加上糖 相辅相成 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口味 好 多谢Patrick 谢谢袁医生 今集时间又到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会请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拜拜 拜拜 拜拜